那最後是講到 這個應該是電廠的一個相關的工程 那到原來是有52名 那現在又增加了11名 所以這個職場的群聚 包括這 兩個 一個外包商 那還有一個是 在我們這本身的工程人員 加上親屬 總共現在是63人 那今天增加 大家可以分開講一個是 外包商的老闆跟員工 22948 22949 那跟他自己的 就是同住的家人 23025 23026 然後另外是22954 是一位司機 那司機裡面 他家裡面的家人 有共同有確診的 有四位 他的女兒 跟外孫女 跟兒子 那還有兒子的女兒 還是女兒 這裡面大概就22955 22956 223027 23028 那另外還有在 有一些在母公司的台籍的員工 23024 這樣的一個 總共增加了11名 那整體在這個 雖然他整體範圍 他有 大個三大公區 那這個公區人比較少 大概是外籍 移工有56位 那第二個公區比較大 大概外籍 移工有700多位 那另外比較小 有20幾位 那目前到目前調查的情況都還是集中在 第一個 這個 職場的內部 那第二個就是在社區裡面 也沒有看到 所以在 在目前推斷是整體的分艙分流 做的還算確實 不過還要進一步的觀察